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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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好 又是今天Toys TV玩具堂 Brian Lo為你主持的心碎評測 開始之前 和大家又祝福一下大家 希望大家身體好 提醒大家勤洗手 和用口罩 大家不單是保護自己 保護身邊的人 令整個社會 用來減低感染的風險 令整個社會有更多的保障 令大家安全一點 希望這個疫情快點過去 我們不用整天躲在自己 獨自一個在做直播 或者做一些評測 開開心一齊去開玩具 那跟大家介紹 是一個軍事的東西 即是 看到我如果是獨家村去做 多數都是我熟悉一些 或者喜歡一些的題材 平常是軍事 模型 二次大戰 古代至中古時代 都是我自己喜歡 我自己玩的東西 通常都是 由很小的金屬 Metal Figurine 香港人叫金屬 其實大部分都不是原來的 即是 盒金兵仔 到模型 到現在有的Figure 到Designer Toys 其實我都有去摄裂 當然日系的高達我都會很喜歡 但是有很多比較早期的卡通和動畫的題材 我就會熟悉一些 但我後期 即是高達以後那些 或者超級高達以後那些 其實我就一般熟悉 因為始終我們已經開始沒有 沒有那麼多注意的這些題材 然後就去收集會 當然我最喜歡的是Star Wars 香港玩具界很多同行和朋友 其實很多都喜歡Star Wars 這次不是說Star Wars 這次說回正題 不好意思 說說今天是說Forcer Subway 這次呢 就介紹這架 直升機 這架叫做Chin-6 美軍的細色 就叫做CH-47C 在英軍 即是皇家空軍 就是 World Air Force RAF 他們會叫做HCMk-1 即是1號營 其實這部機主要都是美國設計 通常英國的軍方都是 在外購了一些美方的 不一定是美方 但多數是 在二次大戰之後 那段時間開始 就購了一些美方的軍備 都會自己重新 會調配過一些 微調 使用的科技 或者形式 配合英國 當時的勇開製食裝備 當時 1982年 發生過英國 和阿根廷 發生了軍事衝突 我們可以叫戰爭 當時 阿根廷 和英國都各自 因為福克蘭群島的主權 是自己的 於是 就開始一個衝突 發生了 最後這場仗的結果 就是 以英國的軍隊 勝利結束 很有趣的 它的地理位置 就在 南美洲 好 就是阿根廷對出的 惡惡島嶼 這次介紹的 直升機 就是這一架 就是當時使用過的 上次 如果有看過其他節目 都有提及介紹過 這次 就要認真真 專輯去介紹這款 產品 這一架 這一架 直升機 當時是Gino 是一些很巨型的直升運輸機 你看到它有兩個螺旋 你知道是很巨型 還有很多時候有些電影裡面 都會看到 這個背景 就是 可能是 Tom Cruise在那邊跳傘 或者有一架 汗馬的 軍車 在那邊放出來 或者甚至 整架 吊出來都有的 當然 這個載重量是非常驚人的 這一架 HC-1 是很特別的 如果沒有看過 都重複一次 其實最近 Force & Tophila 他們處理的產品 他們都會選擇一些有故事的武器 或者是 的產品 飛機、坦車、船路 一個故事才會做 例如 一架Tiger 1 其實它可以印很多的編號 或者不同的迷彩 但是他們就會 傾向 找一些有故事的題材去做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因為 令到所有產品都比較 有人入勝 還有 我們組裝模型也是 你不會無緣無故組裝 Lowbody的坦單車 或者戰機 你覺得不個人 那個是Tiger Ace 或者Pilot Ace 開的 座架 零射 比較威風 好像高達的阿寶 和紅水晶 馬山亞一樣 這是令到 整個產品 好像 畫龍點睛 加了靈魂 來 收藏 和玩的過程 更加開心 所以這架直升機 除了王家空軍之外 它有個Number 就是ZA718 在這裏 ZA718 不是300組 隨便找 有歷史上 有編號 這架直升機 很特別 因為當時 阿根廷和英國有戰爭 本土距離 阿根廷和波蘭均島 或者波蘭均島 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所以當時 大家都明白 直升機 不可以飛好現程 於是 它就要通過 一些大型的運輸郵 裝了幾架運輸機 和其他軍事物資 去到戰場附近 或者後方 才會去使用 但是 很不幸 這架貨船 就裝了幾架 Cino XC1 Mk1 直升機 被阿根廷擊中了 發生大爆炸 很多的軍備 以及其中幾架 Cino 都被摧毀了 是不能夠使用 只剩下這架 直升機 在戰場上 都是一直用到 戰事原物 所以它有個別號 叫Survivor 這架就是力稱 就是軍隊 軍中 那些 歸屯自己叫這架直升機 一直一直一直 直至到戰爭 完畢 都是無被擊落 或者損毀的 過程裡面 它超過很多 拯救運輸行動 超過1500個兵員 直升機 所以它就在空母上升降 而這個底座 也不是 隨便的 正正是當時 這架直升機 在空母上升降 現在就是英國的皇家海軍 經紀神號的 空母艦 這艘武艦是比較舊款 在英國和海軍有四隻服役 其實以次大戰的末期後期 是服役到差不多1984年才完 剛剛去到福可蘭戰事之後 就退役了 可以拍攝 我們試試 close-up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我們叫很多移印 或者英文叫stamp print 其實很多時候 在單卡或者模型產品都會出現 當然不用自己去連這個水指 整個直升機裡面 差不多超過有45個這些移印 有45個這麼多 是很小的 通常是一些軍事的編號 機的形態 或者要caution 一些小心螺旋掌位 或者引擎位 那些地方 全部都印滿了 前前後後座 又有 都印了很多 這些位置當然是玩家的開心 因為印了就不用自己選 這次這個地台也會附送一個透明的架 除了可以用螺絲上了盒 即是你家裡拿出來 你裝了這些機翼 加上一些細節 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這樣擺 都可以 但是呢 另外做一個桌子 就可以做一個飛行狀態 待會跟大家會介紹 講講這個盒 這個盒也是 外盒 都一樣的 背景也是 敬禮神號的背景 你看到 其實看真點 其實有四種文字 中文、英文、日文 還有那種不知什麼文 我不知道 四種文字的 好謂德文 就是他介紹的產品 那這一架 機體呢 其實就跟一般 Force of Wireless 的情況都相似 它是有部分Dicast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部分 用到Dicast去做 那就是部分Dicast機身 以及機身的內籠 其實它有做到的 即是它機艙裡面有兩個 機員 即是一叫機師 裏面這裏 不知道要拍到 就是它除了可以放很多兵源 空位之外 甚至可以放到車子之外 其實兩邊是有兩排椅子的 這些全部都是做出來很仔細的 我們一起用一個近鏡頭 主觀鏡去詳細拍一拍 所以我Dismount了 即是把這個Dicast機 塗出來之後 裝一些細緻 裏面是怎樣的 好 好 跟大家先看看說明書 說明書非常簡單 因為始終不是模型的 但是很多細位 我們用ABS背膠的 那些組件 就需要自己用手 裝上去 因為比較尖細 但是都很簡單 絕對是初階成份的 各位朋友都可以做到的 好 完全複雜的 我想最考你的手指按夠 精巧靈巧就是這些位置 好 那 有什麼組件呢 其實只有一包仔 這裏就是那12支 很細很細的 啤件 我們叫ABS做的 天線的物體 插在這裏 機身的 當然是有少少難度 就是這裏 輕輕難度 還有弄爛了 就沒有了 應該是打算這裏 好 那另外呢 有兩個很小的天線 我叫天線的東西 再加上這袋 裡面有很多 其實黑色的那些 就是一些 用來封底的 那些 應該是螺絲洞的位置 當然還有一部份 這個是 都是屬於一些膠件 另外還有三個螺絲要上 這個呢 我等一下要試了才知道 為什麼 好 那些散件是只有這麼多 剛才當然落水槳 就裝了上去 跟大家已經抬了怎麼裝 三件的 非常簡單 絕對不會難過大家 就是這樣 OK 它有一個球 其實很穩固 基本上 你都 一來不會安錯 二來是不會掉 這個呢 這一部分 這樣就會重 因為它有重力 所以不用擔心 反而這一部分 它就有考慮到 脫的問題 所以這個很好 設計 你放在這裡 其實這裡不會療 這一塊和這一塊 是不會那麼容易脫 因為它有重力 反而這一塊 就怕它不夠實 那這一塊 或者我放在這裡 那時候 拍一聲 其實它會對筍位 吃住了 所以不然之安全 好了 那當我呢 拆完底部 這四顆螺絲之後 就可以拿出來的了 那你會看到 這個地台 其實就是 經濟神號的 隔板面來的 那只是這一款 直升機才會有這個畫面 那下一款 即使是同型 或者不同的美軍 或者其他國家的村落 其實它們的地台 都會用不同的面子 那這個其實是用一張印刷品 紙貼上去 所以我想成本就不會太貴 所以它絕對可以做到 每款的地台都不一樣的 好了 那套美一點點 拆一些螺絲 一會兒 提防一下 提防大家不太好 通常是十字螺絲 用十字批開 最好不要用一字批 一字批 可能要撬爛一些螺絲 還有 拆了它之後 螺絲批 即使用少許零 向入 即是向頂著螺絲 才慢慢扭 這樣就不會拆到 那些螺絲 當然了 玩開模型 這些 很多男士都知道的問題 萬一大家不是造反的東西 就不會拆爛了螺絲 當然小弟做錯的事情 我們先把螺絲掌裝上 給大家看 因為 直升機不裝螺絲掌 就很不像 所以正常的 螺絲掌是沒有裝的 所以拆這部分 應該也不應該 螺絲掌在這裡 好了 鬆完這三個螺絲之後 就會見到 它的機底出來 好了 第一時間給大家看 機底沒有偷懶 都做了所有的細部 所以看到剛才那七粒 黑色的東西 就是用來填這些位置 就不要讓我們展示 或者玩的時候 露出這些螺絲位 有少少 沒有趣 這個就是一般的玩具 以及 沒有分別 玩具來說 這些位置通常都不會遮蓋 當然除了安全問題之外 會遮蓋之外 其實多數不會遮蓋 因為這些細部 小朋友吃了草 會更加危險 但collectable 有凸凸出來 其實不太好 所以這個也是要注意到 所以這個細細細的細細 它這裏都有做的 沒有走雞 好了 現在這一刻 我還未安裝天線 待會安裝少許 給大家看看 這一刻 先和大家拍一拍 機身的尾 先圖片 甚至我們再看入一點,你會看到機艙的錶把 這裡只可以這樣拍,為什麼呢? 因為它做了內櫳,但機身的殼不能在下面拆 當然你強行拆是可以的 但水出廠的玩法是一個正常的直升機 它做了內櫳,但未有設定到可以把內櫳拆開 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這樣的考慮 但這一刻其實都很欣賞 因為起碼它做到,我們想要的細節都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辦法,可以放一堆光降人員 這些位置都做完了 這些位置都沒有偷雞 當然玩家好多種 有些玩家要好,要漂亮,要好 但有些玩家是比較實際的 我學美就可以了,有些位置看不到 所以我就不需要 但無形的玩家基本上由由來龍當然開心 但當考慮到實際情況或價錢 他們就會再考慮更多 另外一方面,講到常識 這次他們除了有很多移印 做足之外,很細節才能做到 還有這個迷彩 很細節移印 這個機身號碼 另外他們有做到輕微舊化 其實看了很久,在哪裏有 終於被我發覺到 原來我反著機底的時候 在這裏 看到嗎? 這些應該不是非友 我理解為一些舊化的痕跡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它是由這一款開始做輕微舊化的 講到上色,當然看到這些是做到滲線的 因為如果不做,就不會那麼清晰 你看到那些 線紋 大家可以細心看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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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都做了 要自己裝上去 那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要自己裝上去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應該是需要貼膠水的 例如我看這個 這個位置 應該放在這個門的上面 這個位置 有三個位置 一個 兩個 三個 剛好有三個 這樣裝上去 但是 肯定要用膠水 這個位置 我暫時不安裝 這一部份 其實都是要用膠水的 現在我先弄一下 可能 大力都會拔掉 所以應該都要裝膠水 底部 那七粒黑色的 軟膠 就是填了一個洞 你看到這裡我沒有填 因為其實它說明書 教我們 再用它 比較短腳的 螺絲 上去 其實應該可能 這裡牽涉到整架 直升機的 裝嵌問題 但我自己看 其實不裝都不怕 不過裝了就比較穩妥 那就 是完全離開了 原本那個四方台 就離開了這個 因為這幾粒 有三粒 其實是上著這裡 所以這裡補回三萬 短一點 然後再填下去 膠粒 再填下去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位置 其實是用來 放一個 站的位置 所以不是要填的 我再說一說 在這些這麼幼的部分 大家會斜模型的 就知道 在拿出來的時候 要額外要小心 因為 你強行 去拔出來 就很難 撕破了這個 你要的部分 因為其實現在你看到 水 我們叫支撐桿 這些位置我們不要 但其實這些位置 比這個 我們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小心一點 當然用好的 模型鉗 剪 最後我發現 用剪鉗 對我來說有難度 結果我用什麼方法呢 我用最原始的 毒魂秘技 就是 慢慢拔出來 沒事 看到嗎 沒事 因為 旋轉是最好的 再做一個給大家看 它這裡應該有三個充電 如果我沒有數錯 所以應該九折就足夠 不要用死力 音力 希望不要教錯大家 但我覺得剪 就更難剪 最後我跟大家一起 很細心欣賞 剛剛組裝完畢的 這隻Cino 或者我們叫XC Mark 1 EVERSAL см 細部份在組裝的過程中使用膠水 天線和小部件都在出廠時分開 那麼細部份就要自己安裝 安裝後要大家用當年砌模型的拼勁 如何把小部份拼勁和裝上去 完全考慮大家當年功夫 如果對砌模型來說完全沒有興趣或沒有經驗的朋友 就要小心點 留意說明書慢慢裝上去 當然你不裝上去我覺得是OK的 但裝上去後可能有機會很容易弄爛 所以跟模型的處理一樣 要好好的把握 如果想操作遊天線就不要裝上去 只要裝上船長 基本上沒有什麼複雜的情況 整隻拿回來基本上都可以玩 上色朋友的迷彩我覺得是非常滿意的 也有一點舊化的 但大家要小心看 其實看到一點的 心線舊化一點也有做到的 讓大家留意一下引擎部分 那些飛機上面的坑紋部分 其實都可以做到的 好啦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隻 1982年在科克蘭群島戰士裏面 一架名戰機 希望大家喜歡啦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